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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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薛林六 老師沒教的事 今天要問各位同學們分享的主題 就是你在AI教軟體裡面 如果你今天要點選多個物件 但是同個顏色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做呢 那有個小方法可以分享給你們喔 首先將滑鼠一道視窗 點選魔術棒 點選完畢以後會出現魔術棒的視窗 在這裡你看到第一個 甜色顏色龍許度20 那關於這個數值是要做什麼的 首先我們來示範 我們按下魔術棒 假設我今天點選黑色物件 它連旁邊的灰色一樣被選取到 龍許度部分 從相近色開始 如果你的數值越大 顏色範圍會越多 那今天龍許度改成0的話呢 點選黑色 旁邊灰色部分 就不會被選取了 在龍許度為0的狀態下 使用魔術棒 我們以頭髮的黑色線條來做示範 工具列旁邊這裡 會出現筆畫 黑色部分 你就可以更改你的顏色 那這裡同學有發現嗎 為什麼畫面中有些黑色部分沒有被點到呢 點選空白處 一樣使用魔術棒 我們點選黑色物件 在工具列這裡 同學們注意一下 這時候是甜色部分有黑色 剛剛狀態是筆畫的部分有甜色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將畫面還原 一樣使用魔術棒 我們點選黑色的髮絲 現在是筆畫 把滑鼠移到上方選擇物件 點選展開或是擴充外觀 點下去以後 原本線的部分會變成面 將滑鼠點到空白處讓節點消失 一樣在魔術棒的狀態下 我們點選這個黑色的線條 好 那我們來修改顏色 這時候畫面的顏色就可以被你選取到了 魔術棒的使用 再對於如果你的塗層很多 你的色塊很多 線條很多 今天你想要一次大量的修改 同色系的物件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方式喔 那關於今天的簡單分享 希望各位同學們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主題的話 請務必留言給我 就是給我的支持鼓勵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所有真的 學習AI的朋友們喔 如果喜歡今天 記得按個喜歡 把影片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喔 掰掰 請按個喜歡 按消息 請按鈴鐺 什麼 記憶